等于是低品质的侠在下面 另外还有一些 另外一下这个做法呢 就Interleaving Interleaving我不知道你们在作业系统里面没有谈到RAID RAID的Disk HardEater的RAID 就是 很多地方都在做Interleaving 那这Interleaving怎么做呢 就是Ariginal Trim呢 它本来是 12345678这样排的Data 但是不知道20ms怎么做 这个是general的一个concept 就是一个概念 你到底是要怎么切 切多少 这个实务上面都可以做 但是 但是这个概念上是 假如这16个 16个 切成4份 1到4是在 在 1到4份资料在同一个 那我送资料出去 如果如果我Delay是可以忍受的话 那我其实原来的是这样子 123456789 1712 但是我把各个 这4个一组的 他们的第1个 第1笔资料 或第1份资料 或第1个chunk 也可以 第1个 1分之1chunk 然后把它放在一起 15913 摆在 传输的时候的那个 变为第1个chunk 然后呢 每一个的第2个 4分之1 2 6 10 14 变成这个第2个chunk 然后 每一个第3份 每一个第4份 分别成独立的chunk 那这样的话 这个动作就叫 Interleaf 就是Interleaf 就是 这个都增加可靠度的一种做法 就是 应该说 有点说是容错 就容错的 for tolerance的一种做法 就发生错误的时候 这有什么好处 传输变更复杂了 没有错 传输会变更复杂 但是 当你发生了这个 错误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 可以有机会补救的 不然的话 其他话就没有办法补救了 那 那这样子 如果是照这样的话 如果第3个chunk 断掉了 坏掉了 那 那到最后 重组的时候会怎么样 重组的时候 第3个chunk坏掉了 我每一个还有些 我有4分之3的 我有4分 像刚才那个 某一个坏掉了 他这某一个的低品质的 在这里呈现 那现在这里呢 现在这里是 那每一个里面呢 他就少了 少了4分之1 少了4分 你这个 第3个chunk 那就最后重组出来的 每一个少了4分之1 那他 他每一个平均都保有4分之3的品质 在这4个chunk里面 平均保有4分之3的这个 20个ms里面呢 有5个ms 可能不行 但是其他的 OK 就这个 这个是 但是他 如果这种方法来看的话 他的payout delay呢 可能要比较高一点 就是因为 因为他是要 要等到通通4个收到以后 才能够做这个动作 所以他的payout delay会比较高一点 那 那这个 才能够 重组嘛 通通收到以后才开始重组 所以他的payout delay会比较 那 那这个是 所以 所以 这很快的一个summary 说这个 到这里看起来 不管是intelactive form 或store的这个multi media 你的data的传输呢 就multi media data传输 用dp会是比较 比较好一点 他可以避免这个tcp congestion control 那crime side的这个adaptive playout delay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到底要怎么样的来 选择他的这个delay 那server side呢 他要match trim的bandwidth 那这个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的 preencoded的trim rate 这要选择encoding rate 怎么样送 对server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那server如果能够有dynamic server的encoding 那是最好的 server能够encode成不同的 然后来 support的这个client 那最后的是这个 在 udp之上 可能会做一些error recovery forward error recovery interleaving 这些东西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还可以重送 重送就是 就比较像tcp的做法 重送 在时间允许之下的重送 那这些repeat nearby data 就这些error recovery 都可以 在 在可以容许的 情况之下 来做 所以这个是 这个部分 那这个 4.3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topic 是cdn cdn是什么呢 cdn 这个有一段时间是很红 很热门 但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有 现在跑到这个cloud computing上去了 以前在有一段时间是对 对这个内容的 对内容 你要怎么样的来 传播 那这个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是蛮 蛮热门的一个 技术 技术 或是一个领域 那现在 那其实它都顺着时间演进了 像我们 我们说到cloud上面去 到了这个后端 到了这个 后端的grid 或后端的cloud 就是server端 那可是 如果就网络的观点来看呢 那 他们可能都 在后端有一个来 传输内容的这么一个 一个这个网络 那那譬如说这个这个例子 就说 如果你有大量的 虚名的file要播 就比如说YouTube 或者是说CNN 或者是说这个 一个大的这个 株录影带的公司 blockbuster 这个 这些大公司 那他 他 要 提供很多很多的 及时的讯息 很多video的信息 多媒体的信息 或新闻的信息 给全世界 那 那他可能在北美洲 有他的original server 然后呢 他把资料送到 一个经营CDN的这个公司 Content Distribution Note 就是他 有人就经营 我帮你把这些资料 分出去 然后呢 所以我在南美洲有个server 我在欧洲有个server 我在亚洲有一个server 假设不一定一个 这些server 那 别人连 别人连的时候呢 都是连到 我的这个北美洲的这个server microsoft.com 就有点像怎么说 连到google 就连到google的网站去 那 但是你真正的那个media 真正资料 你的档案下载 或者是你的 你看到的你的YouTube 或者看到的 那他从哪里来呢 从中间 从这个服务商里面的中间 那这个他们也是单独一个服务 在整个business model里面 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个单独的那个 服务的架构 事实上这个架构已经推到哪里去了 已经推到这个 推到bootnet 就现在要散播病毒都是有这种架构的嘛 就说有一些散播病毒 他bootnet 他经营 我入侵了你的电脑以后呢 我不是 我不是立刻就让你这个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说如果没有发觉 他不是 他们就有一个business model在那里 如果哪天我要入侵 我要垃圾邮件 我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就联络这个bootnet 他们这些厂商 然后 厂商 叫他们厂商很奇怪 然后 然后就 在多少时间之内 帮我做这些事情 然后他就再 再帮你 所以 虽然说这个 你要 这种 资讯安全部分 如果你要 你要说我 我能够防范 5天以后防范 10天以后防范 就已经结束了 他的交易都完成 那这个 这一波的 所以这一定都是要 都从流量上都可以看出来的 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个 你怎么在乱唬人 不是 这个 这个流量 都可以看得出来 发生一个什么事件 他大概都会 所以就慢慢 trace到 原来有一个business在那边 他们在做这种事情 那 CDN也类似 但是他做正事 CDN主要是只做正事情 那 那 那这个 他帮你把 你的内容 散播出去 那 TPS server 通常他们都在Edge上面 Server本身那都是Edge上面 他不是router 因为他是摆内容的 他不可能是摆在 他不是摆在网络 他不是摆在 他不是router 但当然现在有很多的 建置 各种不同的建置 这是 这个 OK Set up OK 那 那 那这个时候的content 他可以replicate content可以这个 重复replication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刚才都讲过了 如果你要 连的话 这是一个15的例子 如果你要连 original server 是这个样子 连到original server 然后呢 他就把你这个replace成什么 replace到 到这边来 把你的这个 这个只有利用DNS replace